活到老學到老嘛 如果你自己自認的老不去學習 那可能就會停滯 這是我給自己最大的動力吧 其實我小時候家裡很貧窮 我第一個志願是想要去當老師 但是可能是自己的智慧跟努力不足 所以呢高中畢業以後 我就去當軍人 2001年納利台風 整個台北市市值南港那邊 都淹大水 而一個早上這樣做了大概七萬個便當 可是卻非常的歡喜 所以我當場在那邊就填了志工報名簿 一路走來到現在都是曾善美志工 陪伴我們的新進人員 跟他們剪輯或者是錄影 以這些個扎根的工作 以前想要當老師沒有當成 可是最近大家都稱呼我老師 我就覺得說我的志願已經達成了 參與曾善美志工 將近20年來 給我最大的感觸呢 就是到屏東發發水災去做紀錄 很多家庭小孩因為水災沒有錢可以去註冊 實際呢就有另外的一批人 跑到銀行跑到郵局方這些牌子來註冊 這個讓我體會到說上門講的 對的事做就對了 在曾善美這個領域 因為你要去拍攝要去跟人家接觸 可以去聽到很多人不同的故事 這個應該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情